这边是大波皮鱼也有 然后金铲鱼也有啊 所以这一个网倒是来了几条这种比较大条的鱼货咯 哈喽大家好我是男后达宝哥 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 我还补育了第二个网 第二个网是在小岛的正后方的位置 上一次的围岛放网在小岛正后方的位置 鱼货比较多 而且上来了挺多的针雕的 都是比较大条一些的鱼货 而这一个网是在另外一座小岛的正后方的位置 先上来一条小波皮鱼啊 上一个网就要补到二十几斤的小波皮鱼 数量还是非常的多的 而且一拉上来都是一串一串成群的上来的 毕竟现在还是小波皮鱼的旺季吧 数量肯定还是比较多 不过随之后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可能后面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冬天的小波皮鱼却比较大条 只是数量就少很多一次也就能补到个几斤而已 但是那个时候的小波皮大条 而且价格也相对会高一些 今天的佳鸡数量比较少 好像上一共也就补到了不到十条吧 不过反正这一次的鱼货也都是卖给朋友而已啊 小波皮真多 你看又是三条小波皮带着一条尼蒙鱼啊 今天的尼蒙鱼倒是有几条啊 上一共也是补到了一些 这一个网的第一条 哦 又是好几条一起来 跟上一个网一样啊 一拉上来都是一大群的 这样的效率就是真心不错了 尼蒙鱼也是两条一起上来啊 可能是季节还没到 以前偶尔都能遇到这种尼蒙鱼的鱼群了 因为尼蒙鱼也是比较喜欢成群绝对出来游动的 而且都是大尼蒙鱼啊 也剩金鱼 价格相对应该也会高一些的 已经三四十块钱应该有的 就是很久才遇到一条啊 数量是真的少之又少 看来这个小岛的后方位置 鱼货依然还是不错的 下一个网也是在后方位置 不过就是要往外面一点的位置去了 因为小岛的另外一次是有人放网了 根帮床放的 所以我们就往外面一点放网了 就不要去他的另外一次位置 绑尽量不要重叠在一起 今天的夹鸡不是很大条啊 但是看起来是挺肥的 看起来一条应该也就是三两左右的规格而已啊 也就是要三条左右一斤 今天的小剥皮估计也是要达到四条左右一斤的规格 虽然肥度还不错啊 但是就不是很大条 好在就是数量足够的多 这一个网的尼蒙鱼上来就比较多了 这边连英格鱼也来了一条了 这一个网的第一条英格鱼 上一个网也是上来了一条而已啊 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可能放网补鱼的英格鱼数量比较少吧 放排钩的时候英格鱼数量会多一些 今天目前才补到了两条 这条应该也是要七八两的规格的 又是要吐槽一下 怎么真的连值钱的鱼话都没有见到啊 都游到哪里去了 难道都跑到近海那边去了吗 正小岛的旁边是遇不到啊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 而且也有这么多的渔船过来外海捕过鱼啊 也不是说我们没有遇到别人就没有了嘛 那就希望别的渔民能捕到多一些吧 不过等天气冷一些应该偶尔也能遇到一两条的 那个时候应该会比较多一点 现在就补多一些小薄皮为主吧 趁着震担季补多一些 加急也来多一些 下次出来我还可能就要往龙虾窝的位置放放网了 差不多龙虾季节快到了 这些小薄皮还挺肥的 哦 这条海鲤够大条 而且还挺肥的呢 应该要达到一斤左右啊这一条 海鲤的肉质是成蒜拌肉的 而且连它的鱼油也都是红湿的 吃起来味道还是挺香的吧 学名是叫做赤带菲里啊 加急就叫做二长吉雕 而小薄皮就叫做利奇马面豚 柠檬鱼叫做赫兰子鱼 而今天的鱼货品种其实也不算多吧 这里倒是来了一条蒸雕啊 这一条是小蒸雕不是加急鱼的 你看它嘴巴比较长一些 活泼乱跳的呢 这种规格的蒸雕还没有加急好吃呢 两种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加急鱼啊 肉会感觉香一些 又来了一条海鲤也是挺大条的 你看这海鲤看起来就比较漂亮啊 还长着两条胡须呢 网放到这一边的加急鱼跟小蒸雕倒是比较多一些了 旁边还有一艘灯火捕鱿鱼的鱼床呢 刚刚那艘灯光特别亮的就是灯火捕鱿鱼的鱼床 这边倒是三四条加急一起上来啊 这边的位置可能不一样 网估计在礁石区旁边 而不是在礁石区的上面 你看拉上来这么多的加急鱼啊 这里倒是还来两条青肝鱼哦 青肝鱼啊 应该也是张红鱼的一种吧 不过像这一种就不算大条了 一条有个三四十星的都有遇到过啊 所以像这样一两斤的规格也算是比较小条的了 又来了一条第三条这种青肝鱼了 而且都是差不多大条而已 这一边的小波皮比较少啊 你看这一种加急鱼就上来比较多 而且比较大条一些 网肯定不是在礁石区的上面 礁石区的旁边就能补到比较多的这种加急鱼上来啊 全是加急鱼 刚刚礁石区的上面就全是小波皮鱼 看来到达礁石区上面的位置了 这一边又开始连续的上小波皮鱼了 这一个网的波皮鱼肯定没有上一个网多 估计也就十星不到 看一下后面会不会多一些吧 抽个十来斤应该有的 但是加急比较多 这一个网的加急要比上一个网多很多 且其他的鱼货也有啊 鱼货的种类也是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些 鱼货的总体重量的话 应该是这一个网要重一些的 毕竟上来的鱼货都要比上一个网要大条 要重一些 第一个网虽然小波皮比较多 但是总体重量不重 这一个网就加急比较多 动量要重一些 应该也就剩下差不多十分之一的鱼网没有拉上来而已了 鱼货也还挺可观的 虽然只来了这一些比较普通的鱼货 好在数量足够多 看这一斗网的最后这一段能不能来换一些大条的鱼货吧 要不然来换一些加急小波皮也行 这里都是来了一条这种大波皮鱼啊 不是小波皮鱼了 这边是大波皮鱼也有 然后金鱼鱼也有啊 所以这一个网倒是来了几条这种比较大条的鱼货哦 刚才那三条青干鱼也是比较大条的 所以这样子来算 这个网的重量肯定要比上一个网要重很多 而且都已经先装了两次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了 从开海捕鱼到现在 其实出外海捕鱼的收货一直都是挺不错的 即使没有值钱的话上来收货也还可以 听说别人在进海捕鱼的收货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偶尔几个能补到大黄鱼而已 大部分还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而且还偶尔亏本了 外海就不一样啊 不管怎样放都是有钱赚的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了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出来外海捕鱼 相对鱼货比较多收入比较稳定 怎么补都是不会亏本的 要是有值钱的鱼货上来就不一样了 值钱的鱼货一来收入立马就翻倍了 所以不管怎样外海还是比较稳定的 进海就要碰硬气啊 可能等到天气只晴朗了半天的时候就要去进海捕鱼了 毕竟半天的时间也挂不来外海嘛 而且相对挂点风在进海也是比较安全一点 不过比较碰硬气 对一个网的海里也是上来了好几条了吧 还活泼乱跳的呢 进海始终是有大黄鱼的存在啊 捕到一条大的就要顶我们在外海捕鱼好几天了 所以在进海捕鱼的鱼床要比出来外海捕鱼的鱼床要多好几倍呢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 进海捕鱼也是轻松一些 不像外海啊 过来外海捕鱼少说最低也是要一整天的时间 回去就要半夜了 进海也就那么几个小时 回去的时候也就是大中午而已 轻松很多呢 好了 这一网差不多应该也是接近尾声了 你看后面很亮的那一艘鱼床就是灯火捕鱼的鱼床了 也就是所谓的灯光床吧 灯火捕鱼捕虾捕鱼都有啊 好的就这样子这一网也就拉完了 效率还可以 收获也还不错 应该有个五六十斤的鱼货 然后就把这些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了 我是拿奥导标哥 还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 观看下一期精彩的外海捕鱼视频哦